是的 我們的頻道呢被盜了 不過很幸運在20小時內 我們就把他救回來 那現在就說一下這個事情發生經過 還是在6月1號早上8點 那教練突然就一早就賴我說 隊長出大事了 我們頻道不見了 那剛睡醒嘛我想說他在公餐小 然後所以我馬上先拿手機 起來打開YouTube 然後發現我們的CDB的那個帳號 跳錯誤了 我現在就跑去電腦前面打開YouTube 然後發現CDB的帳號整個就是無法使用YouTube 但他整個傻眼了然後搜尋這個頻道 也搜尋不到喔 然後對那時候我想說我整個腦袋直接 就是空了 我想說我四年來的心血全部都 全部都沒有了嘛 一個就像頭馬人在 在腦中這樣晃過去 但是很幸運的啦就是 CZB的Google的密碼就是沒有被 被更改那密碼沒有被改 我馬上去看一下Gmail 然後才發現為什麼我們的頻道不見了 在1號早上的5點半 那駭客就把我們頻道就是改成了一個 叫做ETHLive 那頭像變成一個以太幣的LOG 然後他就利用這個時候呢 他開了一個關於以太幣的直播 然後就因為他直播內容呢 就是可能涉及了一些 違反YouTuber他的社群規範 然後導致我的頻道直接被 YouTuber直接紅標直接BAN掉 那至於為什麼會被駭客入圈 這個原因我有點頭緒 可能就是我推測是在5月30號那天晚上 我收到一封就是 屬名為愛迪達的E-mail 那內容大概就是說 邀請我們加入他們愛迪達的 合作夥伴之類的 然後他的附件就是 合作內容的Word檔 那我想說欸大廠牌 就是邀請合作 那就是整個會腦波稍微弱了一些 然後我就想說啊趕快去看一下 大概合作內容是什麼樣子 然後就下來他的附件 然後點開發現欸 這個附件沒有任何東西 然後想嗯 什麼問題啊 那時候也沒想太多想算了 沒發現任何事也沒事嘛 就算了 結果就在6月1號早上 就是可能駭客就是透過這個 他這個附件 他可能打開了我的電腦 跟他的那邊的後台連接 然後直接跳過兩階段登錄 在發現頻道不見之後 想要趕快聯繫Google的客服 那講到早上9點 他客服上班之後 他就打過去 那結果呢 這個客服完全沒有任何效果 沒有任何沒有用啊 完全沒有用 他打進去之後 他第一個選項就是說 叫你打分機 那你完全不認識Google裡面的人 然後他的網站之間也沒有說 分機是打什麼 那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 分機要打哪一支嘛 然後接下來選項呢 什麼Google Club啊 然後什麼 你按了之後 他最後的結論都是 叫你去Google的資源專區 去尋找解答 所以他這個客服 完全沒有用啊 不過我那天啊 他們因為在COVID-19這個 期間就是縮減能力啦 所以就算了 那之後呢 我就跑去那個 說我本台那個 Gmail那個信件中 去點選他 有一個申訴選項 好 接下來就是重點了 這是我覺得會這麼快 要把頻道拿回來 我覺得就是他的申訴內容 你要寫得夠清楚俐落 不用寫文情畢貌一大堆啦 那他裡面有 那個表單 它有一列是說 頻道連結欄 他就是 那你不要用你的自訂網址 因為創作者應該知道 你會有一個比較簡單的 寄網址的格式 寄原本的 Channel 後面那一串英文 就是原本那一個 YouTuber的網址 以下是我的申訴內容啦 大家參考一下 YouTuber頻道被盜帳號 那被惡意違反社群規範 導致頻道被刪除 頻道名稱被更改為 ETHLINE 並且上傳一支影片 那這個名字我就不打 因為有敏感字眼 所以導致違規 並讓頻道被刪除 那請協助我救回頻道 我們頻道原名為 CGB引頸吊合 以下的FB可以證明我們的頻道 那拜託麻煩協助 那接下來就是等待回覆啦 好像就在等待這個信件回覆的期間呢 我也試過其他創作者使用方法 像是 腦洞無托邦跟秀玉他們都有 分享一些經驗 那像是請其他YouTuber協助 就是透過這個後台 還有一個創作者支援團隊聯繫方法 然後還有到Twitter呢 去TagYouTuber 那這兩個方法都是 我沒有得到好的回覆啦 那大約過兩個小時 終於就是收到YouTuber的回信 那內容呢 是YouTuber的法律團隊的回覆 裡面是叫我再填一個表格 那這表格內容也是跟剛剛差沒有很多 那多幾個選項啦 那我就是大致上 把剛剛的申訴內容填進去之後 然後他就會說 要開始進行調查 以及頻道的回覆員的步驟 那裡面會需要多填兩個資訊 一個是剛剛提到一個頻道網址 另一個就是你Google AdSense的號碼 所以現在看到這部影片的創作者 趕快是把這兩個資訊記下來 以備以後的不時之需 那資訊填完之後呢 就是再一次等待 那等待期間我也想了很多 可能如果頻道真的回不來 那我可能只能創一個新頻道 把之前的舊片全部都重新上傳一次 就變成一個重新開捨CZB頻道 那不然就是另一個走新的一條路 就是變成一個遊戲直播奶台 嘿嘿 那就是等到就是半夜12點了 準備要上床睡覺的時候 我就突然介紹到我們好朋友 螢火部落達哥 要傳一個like給我 然後問我說頻道是不是恢復了 然後他收到一個頻道會員的恢復通知 然後看到這群網路馬上跑 再跑去電腦前面 然後發現 我頻道真的回來了 就是從後台都看得到 那不過就是頻道的名稱呢 就是被改成就是那個被改過名字 以太幣的頻道 但是影片全部都還在 就是全部都被射成絲了 那接下來就是只要手動把它打開 然後復原這些就好 那真的是蠻萬幸的 那YouTuber這次的效率真的很高 也不會二十小時我頻道就找回來了 而且也不會因為說我訂閱數比較低 然後就是放著不管 那很感謝YouTuber 還有很多就是 在這段期間就是有提供我一些方法 然後丟一些別人經驗給我的那些朋友們 那非常感謝你們 就是因為有你們 我們CZ頻道才會回來 那以上就是大概就是頻道拿回來的過程 那希望可以給就是遇到相同事情的創作者 做一個參考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CZ頻道有一些合作案 像是已經開始的跟XMAX合作的聯名服裝啊 那接下來還有跟OKUMA的聯名肝 那後續的資料我們會慢慢補上去 那就是這樣 下次見 掰唷